郁姐在台南念書 放假回彰化 總是先幫忙做家事 有空就陪媽媽聊天 有時候就是看她有點無聊 就都會跟她伴嘴 房間有量體重的 你去吃吃看 看是你吃比較多 還是我吃比較多 不對 你不能這樣算啊 你要算什麼 你幾歲 我幾歲 聊聊一些就是 就聽起來很幼稚的話 可是有時候 媽媽也是會笑得很開心 所以這樣子 我又很喜歡這樣子的生活 時光拉回七年前 兩個姐姐常常跟媽媽 到養雞場撿雞蛋 替補家用 成績優異的她們 都考上彰化女中 本來她的成績 可以進去北一女 只好她不要 因為北一女女 離這邊太遠 語氣裡掩蓋不住 以姐姐們為榮 那個時候的郁姐 還是個小不點 也會想說 她們讀書這麼厲害 我想要跟她們一樣 有一個東西能讓我是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欣賞的 這些年來她真的做到了 一幅幅細膩的畫作 是堅持的成果 也是抒發心情的窗口 她領悟率很高 又對媽媽都是很尊敬的 她都是滿懂事的都會幫忙 郁姐的貼心媽媽最知道 愛她就是支持她的選擇 我對小朋友的期望就只有一樣 就是能夠快樂地學習 因為妳所學的 是陪妳一輩子 不是我陪妳一輩子 未來的路還很長 握著媽媽的手 感受到溫暖的力量 妳也要用一輩子的 都在一起